我們來到2019年度最熱銷的必有小說下集啦 那如果沒有看過上集的人呢 可以看這支影片喔 那接下來就開始介紹出版社的作品吧 那角川出版社呢 前三名作品呢 全部都是日本的翻譯小說 我個人覺得呢 日系小說有一個非常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 他們的小說裡面都會有一些插畫的設計 那其實這算是日系小說的特色之一吧 像是這種 那第三名作品呢 是這本 《迎龍昏陰談密蘭盛開》 那其實這本故事背景呢 是龍與人和平共處的年代這樣子 那小獸呢身為人族 就奉命臥底在小公榮族的宅邸工作 那目的呢就是要探聽出小公兒子真正的身世之謎 那小獸呢因為不擅長說謊 然後其實又很個性善良的原因呢 就吸引了小公跟他兒子 就是小少年這堆父子倆的心愛 所以最後小獸呢就順利的成為媽媽的角色這樣子 其實是一本很好入口然後又可愛的小品 其實《繞挺鄉》的有些設計上面也很可愛 例如說龍族的小少爺吃太飽就是會飛不動 然後會掉下來這樣子 其實在閱讀上面呢也會覺得說 啊小獸真的是好溫順然後又全能 就是在內呢很擅長做家事啊然後煮飯 然後在外呢力氣又大身體好 就是娶到他真的有福了這樣子 好那角川出版社第二名的作品呢是這本 《魔人的庭院被囚禁的銀花》 好那其實這故事呢其實是人族跟魔族士不良地的故事背景這樣子 那人族呢就懼怕著就是擁有魔力的魔人 那小獸呢身為人族就因為需要採草藥救自己的父親替自己的父親治病 所以他就偷溜進去魔人的庭院要採藥 就並且認識了小公就發現原來魔人也有善良的一面 那兩人其實就在相處的過程中呢 就非常快速的陷入了愛情 但沒想到後來呢就是被人族發現原來小獸就是跟魔族有來往 那小公呢就在這過程中誤會就是小獸背叛自己 那中間拉扯過後呢還是有解開就是心結然後和好如初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這本呢算是天幅不會很長 然後還蠻適合睡前閱讀的一部作品 那角川出版社第一名的作品呢是這本 《蜜花之劍 落落的歷人》 那這本故事背景是在日本的明治維新初期這樣子 小獸呢是世襲的花族後裔 那因為就是招和憲法生肖啊 然後廢除了所有的貴族制度 所以導致呢身為貴族家族的他就是一夕之間就是挖解 然後變成他的生活非常困頓 然後這時候呢小獸就是在學生時期就與他是死對頭的小公 居然跳出來說要幫他穩住這個家的經濟 然後小獸呢就原以為就是小公軟禁他每天都收辱他 還是因為就是看自己不順也想要刁難自己 然後最終他還慢慢發現原來小公呢已經暗戀自己十年的時間了 其實坦白說認真說起來他們兩個應該算是雙向暗戀 然後坦成心意之後兩人就很順利的在一起了 其實我覺得日系的小說呢真的篇幅都不慘 所以就真的很適合就是當睡前閱讀的那種小品法這樣子 那由於呢皮心出版社的第一名跟第二名呢都是同作者 所以呢就加開的公佈了第一名到第四位的樂銷法單這樣子 好那第四名的樂銷作品呢就是十五大大的精緻液的系列 那這個精緻液的系列呢總共出了三部作品 也就是這三本作品 那其實我覺得呢他們是彼此有關聯 但是也可以獨立的單本觀看 那建議的觀看順序呢就是 寧安社區管理室 然後再來是紫恩堂 在最後是莫逆於心這樣 那這三本的故事背景呢其實是都比較為靈異然後神幻的 其實這本作者他寫出來的文字還有筆觸來講的話 我覺得閱讀起來是非常柔順又溫暖的 那第一本的寧安社區管理員呢 是葉羅還有同居人的故事 然後再來第二本呢是紫人堂 這本的宮呢紫人堂的堂主就是葉羅的小書 那講述了他用造紫人的技術呢 然後解救了一位被妹妹惡靈殘上倒楣的男子 也就是小獸的故事這樣子 那第三本呢莫逆於心呢則是在第一本小獸當中 然後幫忙協助處理連續殺人案件的警察 就是莫哀心為主角 那我覺得這本呢其實是比較以劇情向為主 就是兩主角的情感描述呢我覺得蠻少的 比較大篇幅的是在描述小獸的聲勢啊 然後還有遭遇委託啊 要處理的一些過程這樣子 那小獸呢在自家祖先的安排下呢 在千年之前就被指婚給了一個妖王 那妖王呢就是小宮 小宮呢就有點像是在養成戲那樣 就是慢慢的等就是小獸自己長大這樣子 那我覺得那紫人堂跟莫逆於心這兩本書呢 其實兩本都是比較以劇情向為主 那我覺得感情的推進來講的話 會比較有一點點少許的描述吧 就是篇幅沒有那麼多 那我自己最喜歡的作品呢 就是第一本的寧安社區管理師這個故事 那其實我也是第一次看這個作者的作品 我真的覺得那時候看第一本的時候 真的超驚豔我的 就是十分打到我的好球蛋 我也蠻久沒有看小說的時候 就是會每翻一夜 然後就覺得啊這故事又更少了一點 有點不捨的那種感覺 那這個故事呢就是在講述寧安社區的管理員 葉羅呢就是體質特殊 然後再加上生平的遭遇過後呢 決定就是接受鬼的生意 就是替鬼然後完成他們未完成的一些委託啊 然後也因為某個原因就一直養著同居人 也就是小獸就是夢雨 那夢雨呢則是天生命運之子吧 嗯它有著非常特殊的身份 然後可以自由的往返人鬼界這樣子 那在兩個同居殺人無事的過程中呢 卻因為一件詭異的連續殺人案件 然後將兩個人的關係呢打破僵局更靠近一點 那由於這本是比較靈異推理一點的故事 那所以呢我這個部分呢就不要太講述劇情的劇情 那我個人呢非常喜歡小獸的反差感 就是飆悍起來呢也很強 然後看起來冷漠不管是 但是為了就是自己很在意的人呢 還是很願意犧牲自己 胡子玲是那種很重感情的孩子這樣子 而且在很剛好的時間點呢遇上小宮 然後在同居的過程中呢就是 宮就一點一滴的超級醜然後超疼小獸 讓小獸呢更可以融入這個社會 然後享受人界的情感這樣子 就這本書我覺得沒有很誇張的敘事法 但是閱讀起來呢就會感覺情緒呢 非常被書整幣反映於遠了 我個人十分推薦這本絕對必收這樣 非常合我胃口 好那平易出版社的第三名作品呢 就是飛天野祥的圖靈壁碼 那這本書呢其實我在2018年我最推薦的 十本BL小說當中的影片呢 就已經有推薦過這部作品了 那飛天大量呢其實是十分高產 然後又十分厲害的男作家 據說開課的時候呢都已經全文存稿完成了 那這本書呢主要是故事在講述小宮的公司 因為快要倒閉了 而小宮呢則是身為舊情人 然後因為不知你的原因呢 就決定要幫小獸就是拯救這個公司 那中間呢有一個最核心的人工AI 就是人工智慧的部分 那AI呢是我全文當中最喜歡的角色 就是他了解兩人的過往 然後在他公跟獸兩人之間呢中間 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然後讓他們兩個最後重修就好 那其實更詳細的故事介紹呢 可以去看我那支影片 明星出完色最熱銷的第二名作品呢 都是來自於同樣作者 墨香銅秀 好那第二名的作品呢是 人渣反派自救系統 那這個故事背景呢是架空穿越 然後書中世界一路闖關這樣子 那小獸神還呢從現代然後穿越到一本愛書當中 然後擔任了一個人渣反派角色 神秦秋身上這樣子 但幸好呢因為這本書已經完結了 所以呢小獸在現代當中呢 其實已經知道這位神兄最後極為悲慘慘死的結局 那因為呢他就被迫就是 穿越到這個人的身上 所以為了要改變這個原作 這位角色的悲慘命運 所以穿越他呢就開始努力想要改變這個故事的整個走向 那他怎麼走著走著呢 原作的男主角呢也就是他的徒兒 也就是小宮越來越黏自己 而且還對他產生了很奇怪的戰友慾 我真的是覺得墨蝦的文筆是真的不用說了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他跟 飛天兩個人寫出來的人設真的都逆我CP 就是噴我一臉這樣子 真的是到達履是不爽的地步了 那因為像這本小宮呢他雖然是魔人 然後但是他又是屬於那種哭嘰嘰的愛哭包 就是少女公 所以也就是完全逆了我CP一臉這樣子 但是這個故事的每一個出場角色其實都是很相當立體飽滿的 尤其我還很喜歡就是那個也一起穿越跑到書中的那個沙調作者 然後他也有另外一個很特別的小故事這樣子 我覺得可以大家仔細去品嘗這部作品 那這本呢雖然是不太背景 但其實閱讀起來呢還蠻容易的 就是常常會有一些像主角啊對系統自己吐槽啊 然後還有搞笑的一些點 我就覺得還蠻值得一看的 好那大家久等了平心出版社呢第一名榜首的樂銷作品呢就是 墨鄉童秀大大的魔道祖師 我想這部小說應該沒有疑問夫男夫女沒有看過吧 這個知名度極高應該沒有一個人沒有聽過他的名字 那其實魔道在我頻道的確是沒有被介紹過 可能我也認為就是沒有人不知道他的 所以呢我還是講一下這個故事就是內容好了 那其實故事呢就是在講述小兽未無限呢 在轉世重生之前是一個武藝的奇才 然後想法奇特而且非常有正義感 在伴學過程中呢就是認識了就是不苟言孝 然後雅正如冰的蘭二公子蘭旺姬這樣子 那原先呢兩人其實是有點彼此看不順眼這樣子 但是在相處過程中呢兩人交心然後成為自己 但是人心難防就是在江湖各家的糾葛一連串的事情之後呢 魏無限變成了江湖中人人喊膽然後休息軌道術法的魔道祖師 那最後呢魏無限呢絕望跳崖然後數十年之後呢又重生再次與小公蘭旺姬呢就是相遇 然後兩人呢就共同的尋找當年呢一連串事情之後真正的背後真相這樣子 那其實在這個一連串的追尋真相的過程中呢 魏無限其實也才慢慢的更了解蘭旺姬這個角色 然後也才發現原來蘭旺姬對自己呢有非常非常深的愛這樣子 所以兩人最後呢就好好的談戀愛好好的在一起這樣子 不管就是江湖雲霄的事情 然後兩人呢天天在雲深不知處開開心心 每晚天天就是甜甜 當然呢實體小說呢可以滿足收藏喜好之外呢 再來就是番外也非常非常齊全 在全線主劇情當中呢沒有開車的車子呢全部都集中在了番外裡面 那我個人覺得看車的時候呢 我自己會覺得其實主故事已經非常完整了 反而我看香爐還有畢成那個肉的時候 我會有點粗細耶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麼覺得 就是我會覺得好像跟主線劇情有一點違和感的感覺 不知道有沒有小豆腐會跟我一樣就是可以跟我說這樣子 就純粹是我自己閱讀起來這些肉的時候的感想啦 那當然也完全不影響這本小說故事的完整度 因為我覺得在人物的刻畫上面還有劇情的鋪陳啊 就是每一件事情都有作者可能想要告訴大家的隱含的意義吧 就是你看這個人你可能始終都會覺得他是個大壞蛋 就是但是從另外一個角度你知道始末之後呢 也許一連串的過往造成的悲哀結局呢 其實都會反思就是 也許這個世界上沒有純粹的惡也沒有純粹的散吧這樣子 那其實認真說起來呢我覺得磨到算是一部就是非常幸福的作品了吧 就不僅是小說啊然後廣播劇遊戲動漫改編電視劇 其實就算是至今以來就是商業運用程度最極致的一部BL作品了 我覺得最厲害的是這些延伸出來的作品 居然還沒有一個是糊掉的 就是以我輔圈就是打滾20年的經歷來說呢 我覺得大家應該知道就是一部好的作品 基本上經過商改之後呢可能這部作品就直接就滑鐵乳 就糊成一片了 要不是那個動畫啊然後被就是畫風非常的崩 就是不要讓我看莫讀就是動畫謝謝 那不然就是電視劇被改成BG 性改 那不然就是B1結局這樣子 總之呢鋪接的作品真的是一堆 所以呢真的沒有想到就是在這麼多商業作品之外呢 居然沒有一個是太崩的 就連就是改編的網劇陳情令呢也在就是全球的影音平台 累積了70億的觀看次數 那也是因為阿玲呢就是讓我發覺到我新本名就是網一博這樣子 那其實像我的頻道呢就有50集的阿玲 然後還有阿玲相關的花絮的所有的reaction 那所以無條的話呢也可以再跟著我去刷一次阿玲這樣子 所以總之我真的是想說如果你是魔道女孩的話 喜歡這部作品呢真的是幸福的 因為不管是動畫小說戲劇呢都還蠻值得一看的 推薦給大家 然後那以上呢16本小說呢全屬於大家分享完畢了 再次謝謝以上呢5間出版社的編輯們的統計 然後還有協助 那這支影片呢我自己非常非常用心準備 我本來就是想有一些小說根本不只有一本 像魔道就有四本了這樣子 所以我這一次其實總共看了31本小說 扣掉了每一本小說就是我親自閱讀的時間以外 那其實這支影片光就是寫好上萬字的文字稿 然後再加上剪輯的字卡配樂等 其實也花了30幾個小時 就是有遠比我想像中還要吃的一點 不過我也是看的還蠻開心的 就是有很多小豆腐也會留言阿私訊我 要我好好照顧身體 就是我知道我會就是非常愛你們這樣子 那也希望呢你們在看完影片過後呢 都可以留言然後回饋 就是喜歡這部系列呢 喜歡這部作品就一定要說出來讓我知道喔 那每一個影片的留言呢我都會看的 也歡迎呢把這支影片就是分享到各個平台 也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要開啟小鈴鐺喔 留言訂閱就是對我最好的鼓勵的 那每年慣例的個人向的年度推薦必看的排行呢 我今年也是會做的只是沒有那麼快推出 應該小說也要等4月過後了吧 應該這次真的是元氣大傷這樣子 輸出影片之後真的元氣大傷 那看我的喜好跟我相同的小豆腐 我們可以再等等我囉 那我是Niki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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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見 李又來幫幫忙 ast悲 спас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